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有法國媒體就報道 說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的仿偶行程 真正目標就是想試圖拉攏歐洲抗衡美國 但這個目標恐怕也是要炮湯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是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法國的星期日報就報道 說王毅此行 其實真正目標就是有三樣 第一就是要弱化美國和歐洲之間的連結 第二就是要避免面對一個團結的歐洲 第三就是要加強中國和歐洲個別國家的雙邊關係 但官乎王毅的仿偶行程頭四站 這些目標似乎全部都落空了 當然還有最後一站就是德國 總理馬克爾首尾門 到底在德國能否獲取什麼封石成果呢 明日和後日就會知道 至於頭四站 似乎真是搞到烏里丹都 首先第一站就是意大利 王毅獲得了意大利的外交部長迪馬約接見 但意大利總理孔特就以一個相當荒誕的原因拒絕接見 孔特就說我去了放假 於是乎只是願意和王毅通電話 實際上一個國家尤其是這麼大的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的外交部長要訪問意大利 當然不是前一晚才通知你 肯定是預先約定的 竟然間他說要放假 若然意大利相當重視對華關係 就算放假也要回家接見 但他就說不行 我無暇接見我要放假 但他有時間接聽電話 擺明是不想見你 甚至連一向被媒體形容為親中的迪馬約 也當著王毅的面子 提及到要關注香港的問題 第二站轉到荷蘭訪問 荷蘭外交大臣布洛克 當著王毅的面子 談及到中國的人權問題 一點都不疑他 包括說到香港問題和新疆問題 至於轉到第三站 挪威的時候 挪威政界竟然是倡議 說要頒授諾貝爾和平獎給香港人 而王毅怒斥 說這班人在干涉中國內政 當然就是鬧得相當不愉快 轉到第四站的時候 雖然獲得了法國總統馬克龍的接見 但馬克龍在這個會議之後 他公開走出來說 說沒有排除沒有針對中國或華為 但法國傾向採用歐洲的5G網絡供應商設備 即是兜過大圈去遠距中國和華為 始終都是不肯用你 況且王毅所到之處 每次都面對著很多抗議和示威的活動 他這一趟的仿勾行程 似乎真是踢著鐵板 雖然大陸很流行使用統一戰線的招數 但放在現今的國際舞台上 似乎不太有效 毛主席最流行使用統戰招數 即是要利用矛盾爭取多數 反對少數逐個擊破 但官乎王毅的今趟仿勾行程 似乎距離這些目標相當遙遠 而且在他仿勾期間 捷克政界的第二把交椅 參議院議長維特齊 率團訪問台灣 王毅對此也有話說 他就說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果要挑戰一中原則 就是要跟14億人民為敵 是國際的背信行為 對於捷克參議長的公開挑釁 及其背後的反華勢力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 決不會聽之任之 坐視不管 一定要等到他 為自己的短視行為和政治投機 付出尋重代價 他又沒有說明要付出什麼尋重代價 有什麼反制措施呢? 是不是禁止議長維特齊入境中國 禁止他使用人民幣 還是禁止他使用昆倫銀行 還是怎樣呢? 你怎樣能夠令到他付出尋重的政治代價 喂大哥 他是民選產生的嘛 那你又怎麼知道他率團訪台 不是回應捷克當地人民的主流民意呢? 不是回應他當區選民的普遍意願呢? 你是不知道的 你一尾就說人家捷克的主流民意 是反對訪台的 而且還說到人家訪台 就是會怎樣? 和14億人民為敵 又說和中國人民不妥 過不去 諸如此類 喂 你就一尾口口聲聲說中國人民如何如何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做過諮詢工作 但是 喂 這個維特齊既然他是民主選舉產生的時候 如果他這個訪台行程是得罪選民的 不是反映當地主流民意的 不是反映當區選民的普遍意願的 在下屆的參議院選舉當中 人家就一定會用選票攀他 扯他就不能留下了 用不著去強烈譴責他 人家有一個民主的機制 有一個選舉的制度 來確保得到 他就是要反映主流民意 否則他任期戒滿就是要收皮的 是不是? 多餘的 至於你王毅所說的十四億人民 就不知你如何調查出來 好 接著就再說一下關於香港的情況 這個全民檢測明天就會開始展開 林鄭月娥在Facebook上說到 自從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的細節公佈之後 某些打著民主或自由旗號的議員 就不斷地找藉口去抹黑計劃 危言聳聽 呼籲市民杯葛檢測令人氣憤 他又用了一些很模糊的詞彙 什麼叫做令人氣憤呢? 令到誰氣憤呢? 令到你林鄭氣憤還是令到大陸氣憤呢? 一般市民會不會因為有人走出來說 拉大隊杯葛檢測而感到氣憤呢? 那些市民會少敢忽育嗎? 還是他們拉隊去做檢測 那些市民就會很happy 就會好像多敢忽育那樣呢? 有沒有人會因為這些無謂的東西而氣憤呢? 反之很多市民就因為你林鄭月娥的所作所為 而感到氣憤才是真的 經常打算任你擺佈 他還繼續說 不過只要稍微留意 不難察覺他們都是反中央反政府的活躍分子 即使是面對著和市民健康息息相關的公共衛生議題 都不會放過任何製造事端和挑起矛盾的機會 我真的想請問林鄭月娥 早幾天 世衛組織的專家走出來說 說進行大規模的檢測 是不設實際和浪費金錢 到底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 回應了世衛專家的意見沒有?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你延必聽從世衛專家的意見 做甚麼做漆 為何你現在又不聽呢? 從來沒有人回應過 一味就說要檢測出所謂的隱性患者 人家說你做這些無謂事 是勞民商財、浪費金錢 是不設實際 為何沒有人出來回應呢? 只是懂得趕那班本地議員有鬼用 當時世衛專家所說的 就是正正和你所做的事 是有矛盾、有衝突的 你出來駁斥他 有沒有本事? 年初的時候 人家說的東西你正好聽 你就不斷引用 現在不正好聽 就當他無道理看不到 這些完全是輸打贏要的行為 你要一以貫之才行 要不就聽世衛專家的意見 要不就完全不用聽他的意見 就不能一時聽一時不聽 正好聽的就聽 正好聽的就聽 正好聽的就不聽 就算現在當世衛專家所說的意見 是不適合你特區政府的意見 你要出來告訴市民 他怎樣不適合 怎樣不等待 你要向市民解釋 至少陳肇始局長 是他負責這些公共衛生政策的 他是不是要出來說 我不說的 難道下次世衛專家走出來 所說的東西 你適合你特區政府的意見 但你又去引用了 請問你有沒有原則 有沒有標準 有沒有市民會信服 這樣政府是藍絲也不服 這麼垃圾 真是多餘 所以你說什麼令人氣憤 我告訴你 林鄭月娥才是令人氣憤 你要出來駁斥專家所說的東西才行 不能夠一時一樣 年初的時候你都聽了世衛專家 什麼世衛建議 現在又不聽 好了 而且整個特區政府 沒有人出來解釋過 關於這個假洋性的問題 台灣衛福局長陳時中說的 很清楚 假洋性的問題 會帶來一個什麼情況 就是會令到醫療系統隨時崩潰 如果假洋性率夠高的話 你特區政府有沒有相關的數字公佈出來呢 而且你所任用的其中一家檢測機構 就是叫做華大基因 華大基因就被瑞典打 她說她的試劑拆了三千多宗假洋性出來 什麼 這些東西你是不是要技術問題也要回答 不要開口埋口 懂得說別人危言聳聽抹黑計劃 難道世衛專家又收了錢嗎 什麼 特地走出來抹黑你的計劃 難道瑞典當局是先知來的 預知到你特區政府會用華大基因 所以別人特地去華大基因買些試劑回去 然後老屈別人說有假洋性嗎 啊 簡直是不可理喻的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